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字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最近有关谢霆锋和王菲分手,同前期张柏芝复合的消息闯得很凶,杠梅还头头是道的称是大儿子Lickers从中牵线,谢霆锋和张柏芝才重归于好。 柏芝经纪人否认复合后,谢霆锋在4月25日也霸气否认了自己和王菲分手这一传闻。 关于谢霆锋的抉择,他也说出了自己的心声。 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字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我们先说一下张柏芝。 1.第一次在荧幕前认识张柏芝时,他出演周星池的喜剧之王,当时的张柏芝精致粉嫩,惊艳了一代人。 可大多数漂亮的女子女都不好,后来的嫁给谢霆锋还为他生了两个孩子,最终还是没能换来丈夫的爱。 如今的他离了婚带住两个儿子。 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字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2.张柏芝与两个儿子 张柏芝是一位称职的母亲,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,把谢霆锋的两个儿子照顾得聪明可爱又有教养。 连婆婆拉姑都曾夸赞她是个好妈妈。 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字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3.张柏芝与谢霆锋 而谢霆锋离婚后,与两个儿子见面的时间很少,但至少谢霆锋有一点表现得很男人,他从来没有说过张柏芝的半句不好。 如今的谢霆锋也与女友王妃相处得很好,虽然两个没在领证。 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字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4.谢霆锋与王妃 近日,南方被被问何张柏芝又无可能复合,谢霆锋15字回复太心酸,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,珍惜眼前人。 既然当事人都已经释怀,我们这些局外人又何必在角落? 4.谢霆锋出面回答与张柏芝复合传闻,近15字回复太心酸,网友听完纷纷竖起大拇指。 5.谢霆锋 不少网友表示喜欢谢霆锋的这份释然,纷纷竖起大拇指,也祝福张柏芝能早点找到他的真命天子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